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煮 今天不教煮食 反而來個大比拼 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就是比拼這個鰻魚 我手上有兩款鰻魚 為什麼會突然做這樣的事? 因為有一天我走這個凍肉店 就看到有鰻魚 我就看到這一隻 咦?有鰻魚 我老婆喜歡吃 我當然買給她 我買了給她 然後我就說 老婆800元 多划算 一條鰻魚 Hunagi 然後突然間 她又在街上回來 她就告訴我 這麼巧? 我又買了鰻魚 我這次就在日本百貨公司 買了這個鰻魚 多少錢呢? 288元 哇! 這麼貴的 然後就說 哪一隻比較好吃 不如零幾一粥 我們兩隻都一起做 看看哪一隻比較好吃 就有一點點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我先告訴大家 還有1隻鰻魚 這是鰻魚 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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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講明其實 這是iflm-race 即是 是有一個 gold 農場章 這是別的 這個叫白鰻魚 金魚 什麼叫白燒呢? 就是完全不用這個醬油汁 只是用一些白色的醬料 或者沒有顏色的醬料去做 這個應該就這樣用了鹽去燒 他說它來自哪裡呢? 來自這個高茲園 寫著Nihon Unagi Nihon 即是日本 一定是日本 因為寫明是日本的 還有看看這個 288元 整條鰻魚 我就不知道了 蒲燒就是這樣的 還有教你怎麼煮 我們會跟著這個方法 兩邊的鰻魚大概知道了他們的基本資料之後 我們要開始做這個大比拼了 首先我們就開了這個Unagi白燒那隻 你看看 嘎 嗚 嗚 嗚 嚕 嗚 嗚 嗚 就買不到葡萄這一隻 88元 大條很多 嘩 我又聞一下 嘩 這個腥味好像 重很多 難道已經 輸了少少 可能輸了這跑線 好 把他拿出來 這個同樣都是切三份 拿一個盤 好 兩隻都已經完成了 這個我們就要放進焗爐 我上網找了少少資料 看看鰻魚是怎樣去做 我突然間見到有一個報道 有些日本人把這些鰻魚 雪藏的鰻魚 怎樣令牠斑生 其中一個招式 就是用這個茶葉和鰻魚一起焗 那牠就會有炭燒的味道出現 我沒有試過 但我也想看看行不行 我就選了日本一些叫 Hojicha OK 它就炒得特別香的這個味道 我覺得可能真的會有炭燒味出現 但是究竟會不會是可以的呢 我們都要一起試一下 我就會把這個茶葉和鰻魚 一起放到這個焗爐裡 焗它大概10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看看出來 那個味道和那個顏色 會不會都是靚一點的 OK 焗爐我們要設置在這個攝氏175度 OK 來吧 好 好 我們等著鰻魚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個蒲燒汁 你可能會說 喂 剛剛這個88元那個 就已經滿布了蒲燒汁 還有這個白燒鰻 是不應該加汁的 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鰻魚就是我太太的自愛 而我太太呢 亦都非常愛蘸醬汁 所以呢 如果不做一點醬汁的話 她可能會說 蛤 有沒有搞錯 沒有醬汁的 即是如果她覺得 那個白燒鰻不好吃的話 有些醬汁都可以頂一頂 那如果蒲燒汁不夠醬汁的話 有些醬汁都可以頂一頂 你說我是不是很細心呢 OK 好 我們馬上做一個蒲燒汁出來 其實蒲燒汁就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找一些醬汁 最好我覺得是日本醬汁 然後我們放一些味淋 然後就放一些清酒 最後白砂糖 開這個中慢火 然後把它攪勻 基本上我們其實要煮到這個蒲燒汁 這個蒲燒汁呢 是有少少稠稠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呢 有些稠稠 它才可以黏到那個鰻魚上面 其實這個蒲燒汁呢 除了你可以放在鰻魚上面 那也都可以 放一些在飯裡面又好吃 又或者你煎飯完的時候 也可以鋪一點上去 去做這個味道 所以呢 如果你真是說 煮多了蒲燒汁 用不完 那怎麼辦呢 沒問題的 你可以放回到瓶裡 關好它 放在這個雪櫃裡 放在這裡 都可以放一陣子 OK 所以呢 如果有多的話 絕對不用擔心 放在雪櫃 什麼時候拿出來 點飯也好 點你自己喜歡吃的海鮮也好 OK 沒問題的 好 好了 鰻魚呢 又搞定了 剛剛剛剛出爐的時候 我都真的 從那些茶葉的味道 聞到有類似一些 好像用炭燒烤過的味道 看一下 一會兒 這兩款鰻魚 是不是真的有那隻味道 OK 然後呢 這個蒲燒汁呢 我們又搞定了 大概呢 它那個濃潔度呢 是這樣的 你會見到 它會黏在筋後面少少 你會見到 這樣就OK的了 OK 好了 來到最緊張的階段 就是 試一試鰻魚 好 基於白燒 就是 什麼調味都沒吃過 我們就應該試一下 白燒先的 OK 我們就試這一塊 好 我上來看 嘗嘗 嘗嘗 真的可以吃到 這個 鰻魚本身的味道 其實呢 在 吃鰻魚 日本 有分兩款 一個就是叫做 Nagi 就是我們今天吃 另外一個就是 Anago Anago 就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在壽司店 看到有一個叫月子 洞月的月 兒子的子 月子呢 其實是海到來的海蠻 而Unagi呢 就是貴很多的 它就是 來自這個 淡水的蠻魚 其實呢 其實呢 如果呢 如果這個 Anago 和這個 Unagi 放在你面前 煮好了 如果兩個都是用蒲燒汁的話 煮好了 你是分不到 哪個是來自海 哪個是來自淡水的 但是呢 因為呢 海那些呢 是便宜很多 於是 很多餐廳 如果它都說吃是鰻魚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比這個 海蠻 因為很便宜的 但是 唯獨是 如果真正的Unagi 它的油份 是高很多的 還有呢 它的肉質 是較為 韌少少的 但是呢 如果海蠻的話呢 它的肉質 就會薄些 還有它會帶點甜味 所以呢 你眼望就真的很難分到 去日本呢 他們就不會騙你了 因為呢 有吃Unagi的店 有吃月子 吃月子 就一定要去壽司 OK 那如果吃Unagi 吃 我們這些 淡水慢的話呢 一定有一些 那些百多年的老店 就吃了 不會騙你的 OK 但我們可以去日本才算 Anyway 於是乎呢 我們就現在吃了 那這個呢 它就說是來自日本 我們都吃得出的 白燒呢 就一定吃得出了 這個好吃的 好 好 現在呢 我們要試一下 這個 88元的 桃燒 好 先試一下 我們拿這個 試吧 好了 88元 和288元 究竟味道 會差多遠呢 我要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 吃不吃得出 這個是Unagi 它說是Unagi 不過它都說明 這個 是在農場養大的 因為呢 新鮮的是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受保護的 OK 好 我們試一下 按下去 好像很多 水份 擠出來 油份 真的好像沒什麼 好 哇 先試一下 我不知道 我吃下去 就真的沒有那隻 288元 那隻 那麼多油份 還有 硬 這個呢 就真的要削一點 但我又 不太吃得出 所以是很難分的 真的很難分的 如果你要分月子 和這個 Unagi 但是我們只說味道 只說味道的話 88元 這個呢 哈哈 值得吃的 完全值得吃 OK 如果你是 只是想吃一下 這個 感覺的話 我覺得 這個88元 是OK的 因為 味道不錯 肉質 都尚算OK 但是呢 就真的沒有 剛才那隻 288元 那隻 那個 油份 和那個 肉底 那麼香 這個呢 就有可能 因為它 因為這樣 而變成 桃燒 但底就OK 不太好 不太好 不過 我又吃得有骨 哈哈 800元 可能請少一個人 拔骨 哇 兩條 好了 兩款這個鰻魚 我都已經吃完了 究竟 我會給誰 勝出 今次的大比拼呢 我會選 288元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 它真的可以吃到 那個鰻魚的鮮味 油份 都捨得出來 那 而呢 真是很香 那 如果你說 是欠個 葡燒汁的話呢 我都已經做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 如果你覺得 真的想吃到鰻魚的話呢 288元 是對的 OK 好了 今集這個泰山自主呢 又到此為止 記得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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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好 謝謝 感谢观看